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昨天澳洲市场本地的情况 那么昨天澳洲市场是胜利的 迎来了一个三连涨 虽然仅有仅仅上涨只有0.2% 那这也是过去三周以来的 澳洲股市第一次出现一个三连涨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周二周三周四三天的上涨 涨幅加起来也只有三连涨 仅仅只有0.5% 那对比欧美的连续上涨呢 还是非常的显得非常的薄弱 那中国呢继续是出现了大盘上涨 应该准确的说是大盘股上涨 小盘股下跌 而且呢这个上证指数和生成方面的 分别是下跌0.5%和1.2% 但是海外交易的中国A50指数 却是继续走强 并且创出2015年12月以来的最高价 欧洲股市在其他方面也都有上涨 英国法国德国平均涨幅在0.4%左右 美国呢昨天再创新高 三大指数呢 要不然就是历史新高 要不然就是七八年最高 最少的而且上涨达到了0.6% 那么在黄金方面呢 昨天则稳定在1270左右 再次冲击1270失败 现在呢退回到了1265到1268附近 那么在石油方面呢 昨天则有轻微的下跌 目前油价是保持在48块5毛钱左右 那么还要说一下的是人民币 昨天呢这个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价格再次出现大跌 换句话说就是人民币再次上涨 而且呢涨幅在过去的两天一共超过1100个点 那么在今天咱们说的是这个热门话题 就再次说一下 现在这个人民币再一次起飞这个事 首先我们在说人民币之前 首先要说一下呢 这个美国啊 在今天晚上啊 会有一个十点半有一个飞农时间 虽然说这个美国现在的飞农 已经不像之前那么有吸引力 但是呢 怎么说 每一次的飞农前后数据都会有巨大的波动 在过去我往往看到呢 有的时候呢 飞农数据是好的出来的时候 也就是说 对于美元加息的判断会增强 但是即便是好消息 在这个数据之前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美元的价值 或者说欧美的价格 反而欧美会上涨 美元会下跌 然后在一两分钟之后 数据出来之后呢 又立刻反转 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止出现过一次两次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说一下的是呢 各位攒户投资者 千万要小心 我本人呢是建议不要在飞农数据出来之前去开仓 因为很多时候呢 会有一个洗盘的动作 即便是出出来的数据是好的 他会在数据出来一两分钟之前大幅下挫 来把这个仓位打爆 所以这个是今天晚上飞农的事情 我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还是最好是不要去操作 或者是锁仓锁住 接着咱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人民币大涨的事 昨天我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物理原因 也就是说因为是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交易市场里面呢 水池被抽干 你找不到可以卖空的货 你如果要卖空 可以每一天的成本是20% 年化收益 那么这个夸张的利率呢 在前天啊 到了昨天是更为严峻 昨天呢 如果要做空人民币 这个隔夜仓息达到了惊人的40% 也就是说如果你做空100万人民币 每一年如果你做空一年持有呢 你要付出的利息 光光这是利息 还不算你的盈利 就已经高达40% 就是40万 你想在这种情况下 谁还能做空人民币 所以说呢 在把这个池子里的水抽干以后 把所有的货拿到手上之后啊 那么你要做空 找不到货 只能买涨 所以说 昨天我们看到人民币是再一次大涨了400个点 但是这样的情况 你说是否会持续 它前一天涨了700个点 昨天涨了400个点 是非常的更加的坚定了我 人民币立刻会下跌 这样的一个判断 我们先不说这个什么什么经济情况呀 货币发行啊 这些大的道理 咱们光是从现在人民币的这个 销要上涨1100个点 所以要消耗的能量啊 我们就知道 你说人民币上涨 那么对应的就是美元下跌 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人民币上涨 美元下跌 那就是要大量的卖出美元 买入离岸人民币 那么卖出美元自然就会消耗外汇储量 中国现在外汇储量已经变得少得跟宝贝一样 这个时候你要把人民币挺上去 就需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 我们虽然不知道它一天会消耗掉多少个亿 但是从这个大涨700点第二天又大涨400点 这种情况来看啊 烧的钱估计可以一吨来计算 那么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目前的扎底已经不是那么厚 不像以前有4万亿有4万5千亿 现在保的是3万亿的外汇储备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多少钱可以用来烧 或者说这样连续上涨 撑不了几天 那么咱们再来说一下 现在其实呢 人民币目前面临的处境是内忧外患 什么叫内忧 其实呢 人民币在对内 它是有巨大的贬值压力 对外呢 则有巨大的升值压力 国内印了这么多的钱 钱又不让出 势必人民币会受到这个 过度发行的贬值压力 但是在国际贸易上呢 中国一向来是出口大于进口 这样一来的话呢 理论上来说啊 其他国家就会认为人民币 你收了我们这么多的美金 就应该升值 所以呢 这个美国一直说中国是汇率操纵国 嫌疑之一啊 说的就是人民币 你理应升值更多啊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内忧和外患之下呢 目前中国选择的是人民币升值 那这个好处肯定是呢 能够一方面在某些程度上呢 这个封住美国那边的嘴 包括了封住日本和欧盟那边的嘴 另一方面 对于国内的急于换汇的人来说 人民币大幅升值也可以让他们等一等 不急于换汇 资金外流可能会减缓 但是这样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啊 这个是在燃烧自己 点亮别人 烧的是自己的外汇储备啊 况且人民币大幅升值 一千一百个点 中国的外贸企业得死多少家啊 本身一双袜子可能就是赚那么几分美金 现在人民币一升值 原有的订单收的美金 三个月一换回来之后全得亏 所以说这样人民币的升值 其实呢 这个我咱们说 不知道中国和美国在这个贸易 或者是其他上面有什么交易 但是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的利益 是从经济利益上来考虑的话 是非常有伤害的 但是从政治上说呢 咱们就说不好 毕竟我们是小屁民 小草民说了没用 所以说在我看来 人民币短期之内 或者说在 其实从今天上午开始呢 就已经开始下跌 就是美元对人民币开始反弹 而且我预计在下周 势必这样的反弹还会将继续 不幸我们来看一个图 这个图呢 是人民币 美元对人民币的走势 向下预示着美元弱 向上预示着美元强 所以说我们看到呢 这个时间框架定在前天 当时价格横过去看 还是在八块六毛三 经过连续第一天打压 第二天打压 最低价格倒扩了六块七毛二 八毛三到七毛二 刚好是1100个点 但是我们看到 在昨天压完之后 立刻就会反弹到七毛五 在今天早上更是反弹到 现在是七毛九了 所以说在花了无数的钱之后呢 咱们看到现在人民币呢 勉强其实就从六点八三 只是回到了六点七九 仅仅下去了四百个点 所以这种行为呢 我个人觉得啊 这是消耗了很多的外汇储备 但其他的效果并不会很大 任何这种和经济情况违背的 和目前的这个货币政策违背的这个市场情况呢 都是一种我们说的一种重大的投资机会 机会 就像大家可以看到 这下面有一条虚线 这是我本人的进场价 运气比较好比较低 进场价 现在呢 距离我的进场价 已经有差不多六百个点的盈利 所以说呢 我本人是坚决的不相信 这个人民币有每一天 有六七百点这种涨幅 这个是严重违背了 我们的这个基本金融常识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 感谢您收看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期再见